在美国的教会跟弟兄姐妹 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你们的一部分 你们也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一部分 因为在基督的福音当中 这一切的民主的文化的族群 甚至是我们在属灵里面的 成长的程度不一样 这种区别都被抹去了 所以我们渴望你们能够 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 其实不是为中国 是为基督来祷告 是为基督的国度 在我们这里的一部分来祷告 我们深深地渴望你们 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国的教会 来向上帝呼求的 就像起初埃及在他们受苦的地方 来向耶和华呼求的那个呼求当中 就是与受苦的与受捆绑的人一起同在的那样的祷告 并且是为了一个在中国教会的一个复兴 因为你知道在中国的增长很快 可是我们不是没有钱的问题 我们是没有工人 我们是缺乏更多的在圣经上面的这种杂根 我们需要那些 你知道在我们当中很难甚至有两代人三代人五代人 他们出生于基督徒的家庭 我们甚至当中很难有一个教会 他们是五十年的教会 他们是一百年 甚至他们教会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的教会 如果你们是这样的教会 如果你们出生于这样的基督徒的家庭 我们渴望你们能够为那些在主里面的 这些像婴孩一样的教会来祷告 因为用你们的生命 你们祷告的时候 你们也与你们的列祖同在 你们是与你们所在的 那一个上帝所带领的 那个教会的传承同在 让这样的传统也成为我们的传统 让你们的祷告能够帮助我们 成为基督国度当中的一员 求你们用你们的祷告来托起我们纪念 在那一块广阔的土地上面 甚至在一个抵挡仍然到今天 基督新教来到中国已经两百多年了 但是这个国家仍然在抵挡基督教 仍然在逼迫他的教会 在为这样的一个教会祷告的时候 你们也是那位义受逼迫的人 你们为位义受逼迫的人祷告的时候 让我们共同的在基督的国度当中 在同一个时代 虽然我可能没有见过你们 你们也不太认识我和我的教会里面的 弟兄姐妹 但是在这样的祷告当中的时候 我们为我们在同一个时代 服侍这一位伟大的上帝 伟大的救主 我们就感到心满意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